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斷地揭露 告訴這套系統 告訴國家說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車子到底在哪裡 公民對於E-TAC感到非常的憤怒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有各種物名其妙E-TAC出包的問題 在澎湖的車子會被扣款 它一輩子這台車從來沒有在台灣的高速公路上面開過 可是它會被扣款 開地面道路根本沒有經過地上的高速 高架的高速公路的車子 它也會被扣款 你儲值一千塊 甚至會給你五倍 它會變成兩倍 它會變兩千塊 不明其妙一多發生的問題 甚至遠通還自己號稱說 它被駭客攻擊 其實根本就是它自己APP出的問題 這些東西明明都是遠通自己應該要處理的 可是它的成本就是負擔在人民身上 我們怎麼都沒有看到消費者的保護機關或者是交易行為的保護機關 管制機關出來做一點該做的事情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非常質疑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就把這個e-tech卡把它切開 就是我們呼籲民眾其實就不要再去使用這個e-tech卡 事實上我們也都知道說現在就算你不使用這個卡 我們也一樣可以上國道 那但是當然我們也認知到說呢 即使你不是這個e-tech卡的這個用戶呢 你的資料還是會被這個遠通所收集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呢 有提出我們的主要的訴求 交通部還是可以還給人民一個 就是不受監控的一個行動自由 那所以我們認為呢 必須要恢復部分的人工收費 那其實在其他國家也都有類似這樣的做法 並不是全面的進行一個無人化的管理 那這樣才能夠真正的確保 不管是消費員的勞動權利 還包括人民消費者的隱私權 監察院針對這整個BOT的這樣的一個 從BOT然後一直到整個驗收的過程 出現這麼多問題 監察院都應該要主動的介入 然後來去調查這件事情 還有消檬會呢 還有應該針對這個遠通跟消費者之間的這樣的一份 收滿了把我們的消費者的權益呢 全部都賣送的這樣的一份的定型化 應該要修改裡面的許多的條文 然後才可以確保我們消費者的權益 已經有很多民眾發起了退租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不過我們認為其實退租可能並不是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因為目前就算你不是e-tag的用戶 我們所有的人 監察院所所登記的這些所謂的個人資料呢 事實上遠通也都會人口無尊 那其實你的車子只要一上國道呢 你的行蹤就是掌握在這個遠通的這個行車的監察的系統裡面 他想要把這樣的資料用作什麼用途呢 比如說他想要拿來行銷 或者是他想要拿來給這個警政署用來做所謂的預防犯罪等等用途呢 你都不知道 那好像也沒有辦法拒絕 那所以今天我們這些民眾團體呢 我們就一起來這邊來表達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個正論及訴求 政府重大的公共失誤 如果委外 委私人的財團運作這個政策 事實上有可能對於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個體產生重大的傷害 那這個科技本身的一個特色是它的透明性很低 它事實上是外界一般的大眾很少很難了解 這個本身所收集的資料跟背後技術運作的細節 在這個背後就容許了很大的空間 容許政府或者是公權力或者是財團運用這樣的個人的資料 那這個個人的資料事實上就好像是一個警察國家裡面 老大哥可以對任何的用路的監督控制 那這個已經違反了現代民主社會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基本原則 臺灣現在的政府它的一個治理的一個方向呢 主要就是結合了一個財團 然後呢 實行了一個高度的一個監控 這樣一個模式正在進行 那這不僅發生在我們今天所談的遠通 當然也發生在前一陣子所發生的這個監聽的事件上面 大家應該就可以了解 有所謂的這種監控社會的形成 使用這套系統的民眾呢 我要呼籲就是說 你們應該要跟遠通啊 依據你們跟遠通所簽署的合約 如果你們還記得有簽什麼合約的話 因為其實事實上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簽了這樣一個合約 你們應該依據這個合約來跟遠通要求 他停止將你們的個資使用在收費以外的其他目的上面 禁止他去利用你的個資再包括查稅 或者是犯罪之下等等的其他的跟收費本身沒有關係的一個目的上面 那至於本來就不想要使用這套系統的人 我們呼籲政府要還給民眾一個不受監控的一個行動自由 不需要被e-tag的這個系統 甚至是這個車牌的這個偵測系統 來查核就可以來上高速公司這樣一個權利 希望他能夠還給我們權利 我們看看這一次遠通電收的這個這個系統 我剛剛都懷疑他在上路之前的驗收程序其實是沒有做好的功課 而且目前交通部的行為跟遠通電收的行為所曝露出來的行為的狀況 很可能就是他的驗收項目過於寬鬆 或者是驗收的內容過於草率的這樣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呢是一個政府治理的一個嚴重的危機 它會發生在遠通電收這件事情上 它也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其他的重大的公共政策上面 遠通沒有辦法履行原有國道收費員轉職的承諾 這個嚴重影響到事實上在原來國道收費員的工作權 那政府已經成為財團進入公共事業 藉由被BOT竟然傷害人民工作權的幫兇 前去警察委員的調節之下 已經有達成一個共識 12月30號要遠通要全面吸收 要轉制人全面吸收 然後一月底以前要兌現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 就是委員要高工局對遠通來施壓 如果沒有轉制成功要一次要五年的保證去隨一次拿 1月15號的時候我會比七個月的薪水護照 但是那高工局的網易 竟然是說有除了七個月的薪資以外還有加資協助 事實上之前都根本都沒有進去 所以高工局又再一次的騙人 他一直有雖然給我們轉制工作 可是那個工作性質跟我們的差異性實在很大 要勉強我們去他們公司工作 又生成門檻一堆 造成我們要工作沒有辦法失禮 現在已經失業半個月了 可是他們有沒有來管找沒有啊 也沒有薪水拿 那我們怎麼過日子 就這個月底以前高工 希望高工局能夠對他所說的話要兌現 月底以前要全人吸收 討論沒有的話 五年的保障薪水要一次拿 徐一東說什麼 徐一東說這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不喜歡你可以退 所以我就要求 我們現在就要呼籲大家 繼續去把你的儀態的退掉 儀態的退掉你還是可以上高速公路 不要再相信他們說什麼 你沒有儀態的你就不能上 儀態的只是一個用來收集大家各自的一個工具 支援他拿來收錢的工具 我們在明天 明天11點在西門町 我們會在雲東百貨前面聚集 發帖子告訴大家 不用做儀態的你也可以上高速公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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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ltnam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